你好 歡迎收聽羽木觀後感 我是羽木 今天來分享一篇電影觀後感 最近剛好看法國片看比較多 又是一個法國電影 這個電影的觀後感 Jaccuse 2019年的片子我控訴 這個法國劇情片 描述19世紀末 巴黎軍政府第一作戰委員會 宣判陸軍上尉艾弗瑞德雷福斯 叛國罪名成立 並在軍校廣場及其羞辱的儀式 撤除他的軍階 移送法蜀歸亞納監禁 陸軍中校喬治皮克卡 接掌情報科 認為德雷福斯的叛國罪名疑似 毒素果實 由其關鍵物證的瑕疵足以翻案 不過陸軍高層聯合壓制 命令爬糞降調 中校並沒有因此放棄聲張正義 在一次非正式會面時 把消息透露給藝文界的朋友 文學家佐拉願意撰文揭蔽 於巴黎政壇報刊登 我控訴一文 瑜情浪潮迫使軍政府 重新開庭審理 Giacuse 一個片子 其實很少在第一段 這個 你知道我聲音就懶洋洋的 就是在第一段念的 好像在報什麼新聞還是什麼鬼 也比較少文案寫的 沒辦法 就是文案寫的這麼的正式 就是大意 因為片子本身就在講這個事情 不能改成我以為它是怎樣 它是我控訴 不是我以為 所以這次比較嚴肅一些 那言歸正傳 Giacuse 這個片 改編是英國知名作家 Robert Harris 他的同名小說 軍官與間諜 And Officer and a Spy 軍官與間諜 而事實上電影真的以前 我記得是Kevin Costner 演的 就叫軍官與間諜 可是那個片的原名 並不是軍官與間諜 而是No Way Out 還是什麼的 那很久了 那很久了 而在這裡就是原著小說 叫做 An Officer and a Spy 這個事情 就是他寫小說的故事 故事 真人真事 就是佐拉 佐拉在法國有做過這麼一件事情 因為他很會寫 你也知道佐拉 有寫過這樣的街壁 刊登在報紙 頭版頭條 就叫做 Jakuse 這怎麼講 就是從部長罵到里長 就覺得整個都腐敗 我控訴你怎麼樣 我控訴部長怎麼樣 我控訴里長怎麼樣 我控訴什麼 一干人等 全部都被寫進去 他要伸張正義就對了 所以在法國本身 把這個電影叫做 Jakuse 可是在通行的名字 英文版 就是用原文小說的書名 軍官與間諜 它兩個是指同一部片 其實剛剛在電影資訊的時候 會講 我提早講出來了 OK Roman Polanski 導演 Jean Dujard Louis Garfield Emmanuel Sénier 領前主演 故事本身就是在講法國 近代史上很著名的冤案 真的真實 冤案 官官相互 社會腐化 然後勇敢的人 站出來伸張正義 討公道 電影版有規規矩矩的 再講一遍歷史故事 是一部老派作風的片子 特別介紹 Jakuse這部片子 在2020年的法國凱撒獎 獲得最佳導演 最佳改編劇本 最佳服裝設計 等大獎 我記得這三個 印象比較深刻的 這寫上 可能還不止 算是 那一年的 就今年 今年的 法國凱撒獎的 大贏家 這部片 而在2019年 威尼斯銀展獲得 評審團大獎 也就是銀獅獎 金光閃閃 電影資訊 Jakuse 我控訴 an officer and a spy 軍官與間諜 在這裡都是指同一部片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階段 一如往常 寫下一些隨筆 與目光後感 看這個片 讓我想到哪些東西 帶給我什麼樣的感觸 Roman Palensky的導演作品 在這裡編導演 都是高水平 確實很精彩 不過精彩又怎麼樣呢 如果記憶可靠 這個電影 引發爭議 凱撒獎揭曉 最佳導演的時候 那個誰啊 阿德爾黑鳥 就是那個 不是唱歌 那個阿德爾 很會很會演戲 就是電影明星 比利時 我記得 比利時的電影明星 他離席抗議 憤怒的第一槍 那片森林當然是鳥獸散 貌似很多國際影人 也開始選邊站 但似乎 只有反對的那邊 才是政治正確 準確的說 不反電影 反導演 原因自然是 跟他的性醜聞有關係 這幾十年的事情 而我在思考 該如何描述 這部片的觀後感 其實 獨立的文字工作者 相對自由 本來就應該暢手欲言 可是我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這種矛盾的詭異 詭異的矛盾 可能是初老症 可能真的是有年紀 以前不在乎的東西 必須再三斟酌 碰巧前幾天看到 前任007 就是Pierce Barsnan 接受衛報的專訪 報道是有關他卸任 第七號情報源之後的 德語詩 那是標題 類似小小的回憶錄 我看了之後 就知道該怎麼說了 Jakius這個電影故事 來自小說 小說源自法國近代史上的 德雷福斯事件 而在這個事件裡面 左拉撰寫 我控訴這個文章 剛才有稍微提到一下 這位將軍失職 那個部長縱容 控訴名單 包括法國陸軍 滿天心 概念類似那個 那個什麼 神史觀 裡面那個宋世傑 一告三西之線 二告三西佈陣 三告廣州之線 順便連八府巡府一起告 就是 一個冤案裡面隱藏了 整個體系出了問題 說到冤案 不公不義 所以要伸張正義 代代人都喜歡這樣的故事 然後德雷福斯這個 德案 屬於典型的冤案 定罪的關鍵證據 疑似毒樹果實 以前聽前輩講的 這個法律用語 就是說這棵樹有毒的話 它結出來的果子 也是有毒的 認為這個證據 是不可靠的 所以說叫毒樹果實 如果可以證明這棵樹沒有毒 那麼方案就值得期待了 這件冤案的關鍵證物 是一張字條 這個字條就是 被告親筆寫下軍事機密 然後發給德軍 通敵叛國就對了 他們說這個叫外患罪 也是戲劇裡面最愛用的叛國 就是說你在那個什麼 法典裡面可能找不到叛國這兩個字 但是在戲劇創作上面的時候 都會講叛國叛國 比較有感覺 出門左轉直接送到魔鬼島 也就是法屬歸亞納 那個時候有監獄在那邊 而且你知道因為相當遙遠 逃獄成功的例子很低 不過還真的有 不過這題外話 就是一個魔鬼島那個電影 就在講他逃獄成功 好 那就直接出門左轉 大家傳送魔鬼島 關到有人想起來再說 我個人覺得片子這樣描述 定罪的過程是很有意思的 當時的犯罪見識專家 名叫貝蒂蓉 他在那邊比對字跡 嚴格來說 貝蒂蓉他是一個人類學家 要說這個犯罪見識 可能隔行如隔山 但是他是人類學的專家 所以在人類寫字的時候 這個筆跡這個力道 甚至性別 男生女生寫字的方式 他很了解 所以說找他比對字跡 雖然有點疑慮 但是他有某種程度上的權威 大家還是會相信的 也許一百年前就很流行斜槓吧 更別說本業相當權威的 類似明醫治百病的概念 就是這樣 貝先生說的很妙 我忍不住跟你分享一下 他調查的報告 他說 被告的字跡放大一百倍之後 仔細觀察 如同攤在科學的太陽下 陰謀無所遁形 被告使用描圖紙 有點薄薄透明的描圖紙 自己臨摸自己的筆跡 故意加了一些小變化 故步移政 看起來不完全是他親筆寫的 可是是他自己描的 自己描自己的筆跡 就是他親手寫的 所以說 最正確早 換句話說 如果字條上是被告的筆跡 那他就判國 如果字條上不是被告的筆跡 那他還是判國 忍不住笑 真實的歷史也好 藝術創作也好 總之片子在這邊使用 某種黑色幽默來描述 得案最關鍵的物證 是有瑕疵的 那種哭笑不得的感覺 一百年前出現過 一百年後繼續發生 換個角度看 法庭上有這麼一回事 政治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對字跡是整個片最輕鬆的情節 剛跟你分享那一段 算是其他都很嚴肅 畢竟這是一個嚴肅的歷史事件 甚至還有傳聞 導演本身他企圖借古奉金 抒發他自己多年來的冤屈 你們都誤會我了 自然不能夠從頭到尾都充滿笑料 因為這嚴肅的 我個人覺得這份企圖心 疑似 可以在片子裡面有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比方說一開場 那個軍校官士兵全員到齊 你知道那個只要是軍區 軍校要集合的時候 都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不是說嚴重的 嚴肅的事情 沒事叫大家來幹嘛 所以他是全員到齊 罪人 被帶到廣場中間 拆他的關節 拔他的胸章 斷他的軍刀 犀利人其實都沒那麼慘 騙子 花了不少時間在處理那些細節 百般羞辱一個軍人 換作是一般市民 好比說上班的時候違反 公司保密協定 禁業條款之類的 離職的時候你想像一下 集合全公司的人 摔爛他的手機 拔掉他的識別證 還有門禁卡 那種清脆斷裂的聲音 有必要羞辱成這樣嗎 依照這個片的政治意圖 當然是有必要的 儀式一定要做好做滿做全套 才能夠反應當事人 承受多麼大的冤屈 換句話說 電影導演拍片 為了澄清自己是無辜的 這個懷疑 這一步 就好像一腳踏在門檻上 他是真的假的 他是進門出門 很難說 但是表達幾十年來 他受了很多委屈 這一點是雪白閃亮 他有資格 而且有才華這麼做 無獨有偶 這麼做 能夠說服多少人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真的不想說服別人 在哪裏 他多說服別人 走回一席 出門桌子 出門楼 點掛 好的 前面提到PS Brosnan 前任007 看了他的專訪小小回憶錄 想要該怎麼描述我的官後感 怎麼說呢 前任007PS Brosnan 我心中的末代情報員是真的 還記得自己學生時代報的十幾卷 那個007 從第一集開始回家研究 還跟老闆娘殺價 沒有人租了 能不能算便宜一點這樣 某種程度上還蠻了解那個變化 所以我說他是我心中的末代情報員 應該找一個時間來好好玩一玩他的春秋 好的 繳回殺人執照之後 言歸正傳 Brosnan 演過一個電影叫做The Ghostwriter 也是小說改編的 我叫人家獵殺幽靈攜手之類的 大概十年前吧 The Ghostwriter 他就是在裡面演一個虛構的英國首相 Alanon 醜聞陰謀還有戰亂罪 權力人物應該有的秘密 幾乎在裡面是印據權 就差沒有名講他在講東尼布萊爾 不能名講 這個東西跟本片的19世紀末的法國有什麼關係 因為同一個小說作者 同一個導演 所以那個專訪有點離題 又不會太離題了 就問了一下 Brosnan當初跟Polensky導演合作的經驗怎麼樣 就有一種圖窮比見的感覺 他是這樣說的 如果十年後的現在給你選擇 你還會接拍波蘭斯基導演的片子嗎 他就是說當年以一個電影從業人員的態度 有好的劇本 有才華的導演 所以就合作了 可是十年後大環境整個不一樣 現在要他選擇 他會說他不知道 我就想 這應該是我這部片的觀後感在那邊定調了 不知道不知道 戲劇世界裡的勇者 情報長皮克卡 文學家佐拉 聲張正義毫無懸念 他們沒有立刻送進巴黎萬神殿 供後人瞻仰 沒有 還得過上一段苦日子 這是真的 逃到英國避難什麼的 這些都是聲張正義的代價 在這個片子裡面就被淡化 這可以理解 因為他要把聚焦在聲張正義的過程 後面就沒有講了 畢竟好故事不必中肯 相信就夠了 這就是戲劇世界裡的勇者 而現實世界裡的勇者 但願上天眷顧 讓我們這輩子多得幾個 因為聲張正義就是良心發泄 做一件事 愛一個人 忠於自己的意志 多麼美麗的童話 好像有的選 其實別無選擇 有時候還得逆向選擇 逆向操作 因為最難的不是看得見的善惡曲直 而是看不見的環境 氛圍 社會觀感 主流意識 隨便你挑一個講 這些無形的力量 企圖直接或間接去封殺一個人 就像彈指一樣輕鬆 比方說這片子裡面的陸軍忠孝 就是皮克卡情報長 白天打冤案 晚上婚外情 既然敢站出來向太陽怒吼 很帥是不是 那就隱私也一併攤在太陽下吧 所以秘密情人 Emilson演的那個 他在那邊說一句話 現在怎麼辦 被大家追殺 被大家封殺 幾個英雄不氣斷 又比方說 我們就有引論 你就講這個片子 Bolensky導演的片子 當然是有水準的 縱然現在看來他的敘事 尤其是我個人有學過一些皮毛 真的是敘事四平八穩 老派作風 老派不是指負面的意思 老派是那種穩健 扎實 所以說old school 的老派作風 可是注重故事本位 明星其次 也曾經在好萊塢當過所謂的新派 而如今面對metoo這樣的浪潮 如果有人像法國凱撒獎一樣 頒給這個片三個讚 想像一下會是什麼下場 所以現在是要開始效法佐拉嗎 我控訴主流意識追殺異端 我控訴社會桿桿腳枉過正 不是啦 連我自己都想要吐掉昨天的午餐 沒有這樣 我看到的世界是同捆的 中中都綁在一起的 凡事就是喜歡綁在一起看 從來不是一馬歸一馬的 世界從來不是一馬歸一馬 不小心犯了同捆規定 直接後退30碼 或者退到場外自己玩殺 於是偉人教我們該怎麼辦 要嘛魅俗 要嘛孤獨 偉人說的嘛 你知道偉人是不會說錯的 不過偉人的建議只會出現在小筆記本的邊緣 因為那是我們永遠到不了的境界 永遠會忽略的一個角落 所以永遠需要被提醒 就是這樣啦 比起天涯海角 我嚮往到得了的地方 只有在認清世界的前提下 獨立思考才會有意義 尊重伸張正義的人 哪怕明天進辦公室繼續看他被孤立 自己心裡留一盞燈 先烈就不會算是白白犧牲 接納自己的普通 妥協現實並不可恥 同樣在心裡留一盞燈 提醒自己乾隆勿用 就這樣把責任跟疑慮推得一乾二淨 只是為了保持清醒 繼續認得鏡子裡的自己 相信那些會發生的 注定會發生 屆時已經做好準備 低調所以踏實 踏實於是幸福 好的 分享到這邊 介紹到這邊 Jakuse 2019年的片子 我控訴 或者說軍官與間諜 相當不錯 我覺得 可能我是男生 可能我是男生吧 我覺得男生會看這樣的片子 但不是一乾子打翻一船人 這很難說 我怎麼講 其實該講的剛才都講的重點 就是一種 自己學過的東西來看 它很完整 就是故事的意思 故事很完整 然後故事有高潮迭起 故事性 故事話 那個節奏 就是一個很 老司機 這樣用現在的話來說 老司機 這個人知道怎麼拍電影 很知道怎麼用電影來講故事 就是這樣 我這個在現在來說 已經蠻少看到 比方說我們看人家做工 或說做菜 都可以 就是有手工藝的技術含量在裡面的事情 當然你本身也知道一些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工很細 它這個菜不是只是把食物弄熟而已 不是 它是真的懂的 就是這種感覺 一般來說 會難免隔行如隔山 就覺得 它其實都已經做好了 那就是可以了 但是你細看的話 就覺得這人真的是蠻懂的 知道怎麼講的 政治意圖 或者是他個人的意圖 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就聽聽看看吧 大家就聽聽看 我自己 我自己是這樣的態度 不會因為這樣就說 拒看 或者是支持他 一個蠻中性的態度來看 就故事論故事這樣 那跟你分享到這裡 我控訴蠻不錯的故事 好的 文章就在網路上 歡迎 不對 文章就在網站上 歡迎瀏覽 也歡迎上網搜尋 雨目觀後感 雨目賞房故事 兩個都可以搜尋得到 今天先到這裡 謝謝 謝謝